我們來看幾個不一樣的這個Google地球的 或者Google地圖 還有其他地圖的應用 那麼您剛剛看到這些地圖之後呢 事實上有些時候你是可以建立自己的 自己的 那麼等一下這個有一個網站 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先看這個時間地圖 剛剛我們那個PowerBuilder那個是比較主於像 就是形成式的對不對 那像在這邊啊 其實這裡有就是以時間軸勢的 像上面這個部分是Google本身的 叫做我的地圖 Google地圖本身 也就是說你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 像我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我就會有 我去哪裡研習的 我在這上面就會怎麼樣 就會像這樣 打開我就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我去哪邊 我的足跡到哪邊了 那麼這是一種方式 那下面的還有另外一種 那我用比較大螢幕的給你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把這個時間縮小一點 你一樣可以看到這些對不對 可是呢我可以像這樣 因為有時間 有沒有搭配時間啊 這就有四度空間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從這邊去看 這一天到哪裡 有沒有 那我可以放影片可以放圖片都可以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哪一個時間點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時間點不見得是一下拉這麼長 我這是用綿的對不對 因為比較長 那如果你是像 像之前有人在這個 用這個叫時間地圖 把他做什麼 高雄氣爆的那個時序 從哪裡爆了 然後又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 或者你的一個工程也好 還是說我的一個專案的進度 你也可以像這樣 如果是跟這個地理有關的 跟這個需要地理資訊有關的 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做進來 那這個檔案呢 這個檔案其實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Excel的檔案 也就是說這個檔案 事實上是存在你自己家裡面的 透過雲端一些分享之後 他就可以幫你把這些標示 把它標示出來 那以後你在新增維護的時候 就很簡單 有沒有 像我們這樣找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不一樣的方式 加上時間的概念 加上時間概念 那這個網站其實蠻不錯的 你可以到這邊 它有叫TimeMeter 這裡 那您進來之後呢 你必須要 你不用帳號也可以 用帳號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Login的話 Login有個好處是 以後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 但是它的Login是用Twitter 有沒有同學 你在用Twitter的 如果有的你就直接用Twitter 帳號登錄 以後你就可以看 你拿一個地圖 你可以新增或修改 那如果你是直接就使用 直接就使用的 那就變成說你以後不能改 你只能就是建上去而已 建上去 所以這邊呢 很特別它就是一個試算表 試算表 那我記得這個檔案 我好像有放在給各位的那個裡面 在這邊 我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有放上來 相關檔案 哇這個清簡版 我沒有放上來 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 把那個畫面給你看一下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線上的一個Excel檔案 那你只要透過修正那個檔案 你的這個地圖就怎樣 就會跟著更新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對不對 這個是 這一個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 它並不是用Google地圖的方式去做 不是用Google地圖方式去做 但是呢 有不一樣的一個呈現方法 那再來呢 像這裡也有一個 像這個文學家的 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的 台南的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有沒有 這樣進來了 那 你一樣的 這個地方 它就是把不一樣的景點 或者是文學家 它就把相關的內容都放在這邊 那你可以搭配地圖 搭配地圖 有點像PowerView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加上了什麼 一個時間軸的概念 你比較方便去 調整說 欸我可以自己再怎麼樣去做 瀏覽的一個方法 瀏覽的方法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比較不一樣的 那麼另外呢 我們看看 這個接景部分應該就還好 我們看齁 這裡有幾個比較不同的 包括了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個什麼 像那個 現在遊行空拍對不對 空拍 這裡也有空拍的網站 讓你去看說不一樣的那個 地景 你看還有人 在做貓咪的 哈哈 不然流浪狗 流浪狗好像就沒有 就只有貓的 另外呢 如果你是 Google也有跟樂高合作 欸 好 今年吧 今年不是樂高有出一部電影嗎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在樂高的地圖上 直接建那個建築物 這個算比較特別一點點 比較特別一點 那 另外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個這個 這個 更不一樣的 他直接拿地理這些資訊 來做一個動畫 來你看一下 從1分20秒 來 我們從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這整段影片的話 是大概7分鐘 那 他是用微觀的 還有什麼 縮時攝影 縮時攝影去看我們這個世界 那 我們 跟我們現在這個地資訊 比較有關的是在這邊 1分大概20秒左右 有沒有 他把航班的時間夾進來了 航道 平常我們不會去特別把這個視覺化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看到數據而已 對 我們就是看到數據而已 我們可以做同樣的事 在海上 我們可以把資料轉變成一個時間廣告的觀測 世界的經濟和行動 有沒有 這個 船隻的 船運的 在今天的資料 和 給我們看我們整個的公共 一個個的那種 在海上 在海上 流行著 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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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 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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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獲罪 被獲罪 在海上 甚至最終的時間鏡頭 畫面 在海上 當地的生命 所以像這些數據 它就是利用時間的方式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比較視覺化的方法 那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網站 這個 你看到是YouTube的內容對不對 但是好像來自這邊有沒有 這個話其實是學英文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網站 這叫VoiceTube 這把台灣之光了 因為平常我們在看這個所謂的 這個影片的時候 沒有錯它確實有一些有那個翻譯對不對 但那個自動翻譯的你覺得 可接受度高還是低 一般性的可能還好 可是如果比較專業名詞的 或是比較專業領域的 可能這個就不太夠 那你在這個VoiceTube裡面 不只是可以看剛剛那些 它的翻譯通常會比較正確 再來就是你要做學習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我現在是因為我用的功能是屬於要登錄的 要登錄的 比如說你可以點了它之後 就可以看翻譯 那或者說有的你要考波幅 對不對 它在這邊呢你可以直接 學單字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把它字幕關掉 把它字幕關掉 有沒有中英文的 甚至哪一個句子不太會就按Repeat 它就Repeat那一句 如果你嫌它講太快有沒有 叫它講慢一點 這裡有速度 這樣了解吧 跟一般看YouTube比較不一樣 那它上面呢就會有很多的頻道跟分類 有沒有拖曳的 有沒有 跟一般你去看自己去整理差很多吧 所以這是額外一個就是服務 順便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看了好幾種怎麼樣 不一樣的這種地圖的應用 有沒有發現說真的 地圖不只是可以 只有地圖而已 除了呈現當時的 包括歷史的 或者甚至像這些數據連接起來之後 就可以變成一個比較視覺化的一個效果 好